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一个特点呢 就是蚕头燕尾 就是蚕头 然后燕尾 蚕头燕尾有一个规定 每一个字只能有一个蚕头燕尾 也就是比较重点的那一笔是蚕头燕尾 而不是每一个字都蚕头 每一笔画都蚕头燕尾 那么 有一句话叫做 财 不二次 燕 雙飞 所以 蚕头燕尾是 历书很主要的一个特点 我们一看到蚕头燕尾 我们就 对 认出来 这个就是历书 所以它是一个很主要的特点 好 好 嗯 那么 历书 总的一个风格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多数的历书 都是比较舒展的风格 比较昌净的风格 比较昌净的风格 比较厚重 比较昌净的 比如说朝贤碑啊 但是那是少数 所以我们写历书 就要把历书这种很厚重很昌净很舒展的这种风格写出来 怎么样来写呢 怎么样来写呢 我这里引用 广东省著名的书画家 吴子夫 论书法的一段话 吴子夫先生呢 他说 构成书法 造型最基本的元素 是线条 而线条美 产生于用笔技巧的运用 这个线条呢 你要写的美 有韵味 那就看你怎么样用笔 怎么样运笔了 又说 书画家 用笔 要使人感到圆厚 一笔 仿佛 一个树枝 一点 仿佛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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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子 不做 做点之法 只不过 把笔锋 所走的曲线 较小 那个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笔画 你总要 要运笔 就是说 线条 必须要有量感 要有生气 仿佛一条活的树枝 在空中吐起 而不仅 是枯疼 枯树含疼 笔触 只变 一压变了 不是 就这么一画 画过去 就是 就了事 毫不实转 实转就是什么呢 你要运笔 这个笔呢 要有轻有重 这么样子 毫不实转 或者是呢 托而过止 逐步下压 也没有提案 其子 一无回旋者 但堵成轻薄体 不注意 言化 也不注意 言输了 就是说 你要是 不懂得运笔 你写出来的字 你写出来的字 就轻薄 不够厚重 不够圆润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写呢 现在我写给大家看一看 我要写给大家看看